便當區 他藏在後面 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要拿這個很久沒有吃 沒有看到的這個魚肉的便當 鍋巴胺沙拉包 拿完了冷凍食品 我們去看一下餅乾 這是新的味道 我拿了兩個小雞腿 飲料區 然後我想要開箱這個 你們想知道這個是什麼味道嗎? 我們拿幾罐好不好 魁為了三個月的7分開箱時間又到了 那這一次呢 我們又不小心選了快要20樣的商品 那一樣就是從正餐開始 然後停點餅乾跟飲料 這次的飲料你們有看到這三個顏色吧 這三個顏色就是你們在路邊 可能會在那種廟啊之類的看到 我想要試試開箱給你們看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我們先來開箱便當類 我剛剛去微波了 每一個便當都超香 第一個我要開的是 泰式酸辣海鮮飯 我剛微波它的時候 它有一個泰式酸辣泡麵的味道 超香 欸它裡面還有蛋菜欸 我快餓死了現在是晚上9點 我們就想說要為了拍這一餐 所以我們幾乎今天都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好像吃了6隻母病而已 好這不是重點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飯 它這個飯裡面料超多欸 我剛剛看這三個蛋菜欸 欸4個 5個 然後跟蝦子 還有一點花枝 我覺得這個好吃 它香毛味很重 你一入口就可以吃到它的香毛味 然後還有檸檬的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重口味的人 像我就已經夠重口味了 我還是覺得它有點小偏鹹 可能要喝很多水 這個便當我會回購欸 如果我想要吃一些酸酸辣辣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它這個包裝啊 還有藍色的 藍色的話它是鹹蛋炒海鮮 就是同個系列的那個便當味道 我印象中也是還不錯的 我很喜歡泰式酸辣它的那個香毛的味道 真的 微波起來有夠香的 然後加上天氣那麼熱嘛 吃這種酸酸辣辣的東西就會很開胃 蝦子咬起來蠻紮實的 但是我覺得它偏小 沒有什麼吃蝦子的感覺 然後加上它的調味 已經把那個蝦味蓋過了嘛 接下來也是海鮮類 它是寫炸魚跟Spicy Sauce Seven有兩種魚肉的便當 我都很喜歡 我忘記這個我有沒有開箱過了 這個便當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我家附近的 那個Seven看到過了 所以我現在很興奮要吃它 裡面的魚肉每一個都超大塊 你一打看就可以聞到 辣椒檸檬的味道跟香茅 它的炸魚真的好好吃 因為它是炸過的 所以它不是只是那種魚肉軟軟的感覺 真的是我心中第一名的 泰國Seven便當欸 我每次都覺得啊 泰國的便當他們都是配菜很少 然後飯給很多 它這個魚肉我真的吃不過癮欸 我真的超想吃一大堆它這個魚肉 好好吃喔 接下來這個便當是 紅咖哩豬肉跟旁邊有一個很像 蔥蛋的東西 來吃吃看我也沒有吃過 它的豬肉是豬肉片 感覺是有點嚼勁的那種 吃太大口了 我覺得它的咖哩好甜喔 它好像 我再吃一下 它好像糖水跟咖哩喔 我沒有很喜歡欸 因為我是黃咖哩跟綠咖哩派的 我沒有辦法沾著它這個汁吃 我只能沾吃它的肉 就是把那個湯汁濾掉 然後配上它的飯 但我覺得這種便當很划算欸 因為它有咖哩又有蛋 然後它的蛋裡面好像有放一些類似 碎豬肉末跟蔥 蛋吃起來普普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平常看旁邊好像也沒有在吃紅咖哩 我們都是吃 它吃綠的比較多 再來吃一口這個咖哩好了 好甜 我不喜歡 接下來要開箱的便當 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素食 因為我發現近期有幾個吃素的觀眾 會私訊我 問我一些關於吃素的問題 但我覺得在泰國吃素 有一點小困難 因為泰國人真的是愛爆肉 像是我平常想要吃一些 比較清淡的蔬菜啊等等這些的話 我可能就要去吃火鍋 或者是像是沙拉吃到飽這種 泰菜的素食的話 我比較不清楚 覺得好像跟台灣比沒有分那麼的細 像是什麼五辛素這種 然後加上它們的東西豆 加魚露 魚露的話 應該會影響到吃素的人吧 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觀眾 然後你有來到泰國 有一些推薦的餐廳啊 可以推薦給我的素食觀眾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今天就看到架上 唯一一款素食的便當 它裡面的肉看起來 不是肉 它應該 要怎麼稱啊 反正就是 它看起來很像那種 滷肉三層肉 它應該是用那種 豆干做的吧 裡面的話 它是勾芡的蔬菜 有一些玉米筍啊 然後香菇啊 跟花椰菜 它這個豆干滿好吃的耶 調味滿好的 但是我覺得 完全跟泰式料理扯不上邊 它就是一個中式料理 主要就是豆類跟菇類的味道 素食好像都差不多這個味道對不對 如果要問我說 推薦素食的人吃嗎 我自己覺得 你可能吃了會很失望 因為你都來到泰國了 結果這個通緝是中式料理 很像台灣會出現的東西 對我來說啦 我現在如果以一個素食者的角度的話 我會覺得偏失望 但是如果我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大家又要吃7000的話 我會拿它 因為我身邊也有吃素的泰國朋友 他就跟我說 就是其實真的還滿困難的 在泰國吃素 他如果必不得已 他就是會吃海鮮 那平常的話 就可能請家人主 類似好像打拋葉加豆腐 或者是他自己做天貝 接下來是 這個好了 前一陣子吧 欸上禮拜還上上禮拜 泰國的7000剛好就是韓國季 就出了這個 我們家那邊每天我都找不到 我只吃到一次 它是韓國飯捲 然後它裡面是 炒豬肉跟泡菜 這個很好吃耶 它裡面長這樣子 它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點不OK 但它味道真的還不錯 它的豬肉很鹹香 再配上它裡面泡菜的那個酸味 真的中和在一起好好吃 不然是我喜歡這種 有一點濕濕的軟軟的飯 它不是粒粒分明乾的 因為這是要微波過的 好啦 那如果你們來到泰國 吃膩泰式料理 你們到7000可以拿這一個 接下來是 這一個我很喜歡的 沙拉捲 泰文好像叫它 沙拉捲 就沙拉捲 那7000這個有兩種 一個是鮪魚的 一個是蟹肉棒的 但我今天沒有看到鮪魚的 所以我就拿蟹肉棒的 鮪魚的那個我覺得 醬還蠻好吃的 它是有點偏芥末的那種 美乃滋嘛 也不到美乃滋 就是偏有點小嗆的那種醬 蟹肉棒的我沒有吃過 它還有這種 不知道是什麼醬 我希望不要吃 紅咖哩 拜託 來沾一點它的醬 吃吃看 不知道是什麼醬欸 你吃不吃啊 辣的胡麻醬的感覺 後勁好辣 這個在愛康西亞的美食街 看得到 因為我很常跑那邊 所以我只知道愛康西亞有 對不起大家 它外面那層皮 有點像是比較厚的斑條 然後吃起來 是那種Q彈的感覺 我現在整個喉嚨 都是那個醬 辣的味道 很像在燃燒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好好吃喔 不過這個醬 跟另外一個綠色的醬 我比較喜歡綠色的 因為綠色它吃起來 比較有那種 哇沙米的感覺 接下來最後一個主食 是這一個 我在Seven看到的 它上面寫的是 Yawala Style 就是中國城的那一間 城義國條嗎 是這個名字嗎 就很多人排隊的那一間 但Barin跟我說 不是那家店出的 是很多人說 很像那間店的味道 裡面打開啊 它就是有一個這個 這是要自己捲的意思嗎 它怎麼長這個形狀啊 你知道我自己捲嗎 還是它主人會捲起來 還有一包調味粉 跟一個 這應該是他們那個 胡椒 好 我去煮一下 火條煮好了 其實也不算煮啦 就是把它放到微波爐裡面 微波大概四五分鐘 味道很香 很像那種 滷雞湯的味道 它的三角形麵已經全部捲起來了 好可愛喔 裡面是完全沒有料的喔 它就只有湯汁跟麵 它的湯頭 那個白胡椒味好香 一入口是很溫順的那種 因為我剛剛在加那些料的時候 那些粉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胡椒也很多 我就想說 如果我吃的話 會不會被嗆到 但它的胡椒是很溫順的 進入到你的喉嚨裡面的 麵的話 不得稱讚我自己 煮的還蠻好吃的 就可以自己再加一些肉塊啊 一些蔬菜進去 很喜歡的耶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它的那個胡椒辣味 它是介於在 你已經覺得 好像要到那個 快要辣的感覺 好像快要被嗆到的感覺 結果它就止住了 它的湯頭主要就是 很重的胡椒味 沒有太多更有層次的味道 就鹹甜鹹甜 然後胡椒味這樣 下一個呢 是這一個 綠色的包子 它是香蘭葉的包子 我剛剛已經有微波過了 感覺它是那種 像是奶黃包的東西 好可愛喔 小小的 而且感覺皮很軟 跟照片比更綠耶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顏色 跟這個顏色是什麼意思 很香 很像奶黃包的味道 香蘭葉的味道 沒有那麼重 蠻好吃的耶 但是我覺得 香蘭葉的味道 沒有這麼的明顯 包子外皮很有Q度 但裡面的綠色怎麼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要吃 Seven最近這個 算新品嗎 但我感覺我有看過 這個叫做 這個甜點 通常它會出現在 船麵的餐廳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泰國人覺得 這是一個set 你吃完了船麵 然後你就要吃這個甜點 它會放在一個小波裡面 我來吃吃看微波版的 它上面的野奶 是鹹鹹的 有點像是 卡士達的感覺 然後底下是香蘭葉的布丁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沒有很甜 因為它上面的那個野奶 是鹹甜的 它很像那個啊 它很像哇粿 泰版的哇粿 然後是甜的 再來呢 又是一個Seven裡面 非常不起眼 你們可能不會想拿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它放在架上最頂 這個東西是吃熱的喔 跟剛剛那個甜點一樣 都要微波的 現在有點飽了 然後我還有 1 2 3 4 好像還有6樣還沒有吃 我已經整個在打嗝了 它長這樣子 很像這種粽子的感覺 好粽葉的味道喔 我剛一打開 我覺得它整個長得很像 台灣的一個東西 啊減重的感覺 剛剛我有問Barin 她說這個是 芭蕉葉 然後它裡面有 椰奶 芭蕉嘛 然後跟黑豆 那我們來吃吃看 它這個味道好奇妙 它很 就是我們吃的那個粽子的味道 但它裡面的料是甜的 吃到後面的話 芭蕉味道就出來了 但我覺得第一口還滿衝擊的 很像台灣粽子的味道 芭蕉跟香蕉餅 吃起來粘性 不是會比較重嗎 它就是裡面 是那種粘性很重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難吃 但是我沒事 不會去吃它 就 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試試看可以吃 但是如果你們來這邊 沒有吃到它 沒有嘗試到它 也不會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決定 一定要先插播 喝個飲料 我剛剛都還沒有喝到什麼水 我去拿那三冠 看起來顏色很恐怖的飲料 多巴胎飲料來了 這個紅色應該大家最常看到吧 去一些寺廟啊 還是什麼寺麵佛巷神之類的 他們都會拜拜用的 這個是草莓口味的 然後這個是 pineapple I choose wrong I don't like pineapple 超討厭鳳梨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 mixed fruits 綜合水果的 我們來先試紅色的 我覺得很像那個 日式爆冰 他們不是會有那種 紅色藍色 黃色綠色那個爆冰 上面淋的那個糖漿的味道 沒有我想像中的恐怖耶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走在 曼谷街頭 覺得很熱 你想喝一點冰涼的汽水的話 這個東西加很多的碎冰 喝起來我覺得還蠻爽的 鳳梨鳳梨 喔這個鳳梨味好重喔 我不喜歡 它還帶一點那種化學的鳳梨感 我要給巴瑞 巴瑞做這個 這個比黑的紅色更好 不太甜 沒有好 好我要來開這個 綠色的 綜合水果的 這個一瓶我記得好像很便宜耶 好像12塊而已 小熊軟糖的味道嗎 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味道似曾相識 但我講不出來是什麼味道 我覺得全部最好喝的是 綠色的這個耶 如果這世界上只有這三種飲料 然後沒有水的話 我會選這個喝 接著我們繼續吃甜點 這一個 香蘭葉的蒜糕嗎 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這一包也是野奶 泰國人很喜歡香蘭葉跟野奶混在一起吃 它上面的這個野奶啊 是比較偏濃稠一點的 喔它好軟喔 這個 好吃 吃起來很像那種綿密感的 果凍 但是又沒有果凍的Q彈 你放在嘴裡你不太需要去咀嚼 它就會入口即化 接下來我要吃一個很肥很肥的甜點 是我第一年來泰國住的時候 那陣子很紅的一個 爆漿鹹蛋黃 就是這一個 這個現在在夜市還找得到 好像在喬德夜市跟喬德夜市2 我都有看過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已經過了三年囉 它現在還有在賣 好我現在來吃吃看它 跟我兩三年前吃到的味道 還有沒有一樣 它是這種橘黃橘黃的感覺 很像麻薯的甜點 然後它裡面很恐怖喔 爆漿鹹蛋黃 有沒有超肥 它的外層吃起來很像麻薯 但是它的 麻薯的裡面那層是千層酥的感覺 然後裡面才是鹹蛋黃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會有一點偏油 如果你是鹹蛋黃愛好者 你很喜歡鹹蛋黃 你就會吃這個吃得很爽 我要給你們看一下 它整個甜點的軟Q度是這樣子 很像黏土 它怎麼是這個樣子啊 可以拉很長欸 好鹹蛋黃好甜 接下來是這一個 龍眼仙草 如果你們最近有來泰國 在夜市跟路上一定會看到龍眼汁 龍眼汁最近很紅欸 他們就是很喜歡喝一杯龍眼汁 但它上面不只是只有龍眼的汁 它還會有龍眼的果肉 裡面的龍眼還滿小顆的 不是飽滿的那種 然後超多的仙草 我覺得泰國仙草跟台灣的仙草感覺不太一樣 台灣仙草的外層比較軟Q軟Q的感覺 泰國的仙草就比較像是日本蒟蒻的感覺 甜度的話我覺得剛好 仙草還滿好吃的 它的這個仙草汁我覺得味道比較偏像 偏苦一點點 就比較有回甘的感覺啦 龍眼只有三顆欸 倒數第三樣 感覺很不像這個時間點應該要出現的東西 就是這個優格 Barring跟我說這個我在網路上很紅 然後很難找到 所以他剛剛看到的時候就馬上買了 它的口味是 Green Cheese Cake 在吃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然後我現在突然來一個優格 好香喔 欸這好香喔 它好像是新產品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覺得蠻好吃的 不過因為我平常習慣吃無糖優格啊 像希臘優格這種 所以對我來說 會有一點點不能接受 有任何加糖的優格 它好Cheesecake喔 難怪泰國人那麼愛 然後它裡面還有加一些小小的蒟蒻在裡面 接下來是餅乾 其實這兩個小雞腿餅乾 是新口味吧 左邊這個是松露的 然後這個是泰國的魷魚 就是一個牌子 大家會來買的那個魷魚的味道 那我要先開松露的好了 好鬆喔 蠻好吃的欸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吃太多松露這種味道啊 我會感覺到有點不舒服 頭暈的感覺 不過我會慢慢接受可以吃松露 是因為我們上次去吃吃到飽 然後有那個松露濃湯啊 或者是一些松露的義大利麵等等那些的 我才能慢慢的比較接受松露的味道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魷魚的吧 它顏色比較深一點欸 好吃 味道很重 裡面有紅蔥頭檸檬辣椒的味道 它這個口味是辣的 它這樣子寫會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反正它就是一個泰式的 東北菜的一個涼拌系列 但它的調味料可能用的食材 是不一樣的味道 這樣一款我覺得好吃大家可以試 那如果是他們比較基本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不用特別去買 不用特別去試 就是要買這種特定口味才好吃 耶 開箱完了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喜歡我們這個 睽違三個月之後又開箱的Seven清單 好快喔 又到下半年了 現在是8月了 然後下一次開的話 應該是11月12月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對我們的生活有興趣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如果你對我的衣服啊 或者是把你穿搭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玄霧店 第一波預購現在已經結束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8月底到9月初的時候 還會有一波新的預購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快飽死了 大家晚安 我喜歡台中嗎